國良是一個最有愛心的小愛爸爸 他愛屋及烏 會把所有的愛心 用在我們照顧基隆的下一代 國良也是最有國際觀的一個未來的市長 他會把整個國際化帶來基隆 他也是一個最有遠見的一個市長 他會結合我們北北基 讓我們基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大家來到基隆來發展 那當然我今天除了給他打氣以外 來參觀這個競選總部 所以您剛剛講的好巧 前兩天國良也做了一個民調 我也幫他做了一個民調 好像都是穩定的領先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聽說好像民進黨每天開記者會打他吧 民進黨每天都用儀式怎樣 先那個疑似張善政去上台頒獎 叫做發紅包 然後侯友宜這個疑似博士學位有問題 蔣萬安疑似不信蔣 那謝國良這個疑似有什麼問題 民進黨呢都是確定 是非常確實 第一個就是林志堅確實是抄襲 孫英鵬也確實挺抄襲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 那個陳時中確實把台灣疫情搞得這麼糟 造成萬人以上的死亡 那聽說基隆的蔡世穎 那個是確實跟黑道結合起來 土利黑道然後賺取一些不當之財 這些才是確實 但是我覺得選舉 還是回到國良這樣實實在在腳踏實地 最能夠為基隆能夠謀福利 這才是最好的市長 市長今天有一份新北市民調是說 有五成超過五成的新北市民 支持侯友宜來代表國民黨選2024 那您只有一成四 那甚至有四成的新北市民 您認為侯友宜一定會出來選2024 侯市長是我們國民黨目前 在2022最強的母機 不但我們在新北市要強 也能夠帶動其他各個城市更強 那我們現在全黨團結一致 爭取年底的勝選 我們只有靠這樣一步一腳印 爭取年底的勝選 國民黨才有未來 所以任何扯到其他的地方 我們國民黨都是當作干擾選舉 因為苗栗縣長昨天到這個中東警察場子去力挺他 還說就是他是唯一的接班人 還說我們國民黨提名的謝福宏 就是當選的話苗栗會完蛋 那苗栗這一局在怎麼辦 我還是呼籲所有的苗栗鄉親 第一個國民黨提名的謝福宏 是實實在在腳踏死地 也是我們國民黨大家共同支持的 不管是這個禮拜下個禮拜 好像馬總統在這個禮拜也要去苗栗替他助選 那我們希望全黨大家都要以大局為重 以大是大非為重 我們全黨團結一致 支持我們所提名的謝福宏 要找需要常駐同嗎 還是會用黨 我們先會跟所有的同志溝通 都是希望大家都是能夠以大局為重 然後集中全力 在最後的這五十幾天支持黨內提名的候選人 我想請教 因為今天是跟青年做台的 那其實外界民進黨過去也不斷質疑說 你的青年論策只有這個GoGoro而已 好像也不是拍刑機來做台 基隆青年最需要的就是在地 在基隆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這個是我最主要的政見 我們現在基隆青年外出就業的這個比率 是全國最高的 所以能夠有效解決青年就業的問題 剛剛我跟朱主席都談過了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重點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不管是就業或生活 如果能夠給年輕人一些幫助 並要求他們對於弱勢朋友做回饋 那麼這個就是我談的 GoGoro或電動機車的一個這樣子的政見的 一個初心跟本質 民進黨不斷指引你這個 設計洗錢的部分啊 他們也說就是你拿不走匯款單 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實我的匯款單都已經整理好了 那這幾天好像會計師一樣 連重陽的活動都跑得比較少 我的資料都已經準備得非常齊全 所以請大家放心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有任何人說我洗錢的話 我一定會要求他回復名譽 因為這種話是不能隨便亂講的 相較於在這件事情我的清白 可能比這一場選舉的結果 對我來說還要更顯得重要 我在昨天的直播不管是吳子佳先生 或高君君的直播我都是這麼說的 所以這個選舉在五十幾天就結束了 但是我反而認為花更多的時間 來證明我的清白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民進黨待會十點也要在立法院黨團這邊來開記者會 他們要再提出新的質疑的新的金流的部分 他們就是質疑說這邊是不是有任何一筆錢 有進到您的帳戶裡面 絕對 欸不對那三個都是我的公司喔 先講一下那三個都是我的公司 我謝謝他們這麼關心精心這個我的公司 我也歡迎他們從今天到選前 希望他們每天都能夠開一次金星的記者會 對於金星多了解多關心 我謝謝他們對於我的公司這麼的關心 我也希望他們從今天到選前 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希望他們每一天都能夠對金星開一次的記者會 因為這樣子我就可以把我們區域裡面的炮火 全部都吸收起來 他們就沒有空去管其他的縣市 我非常樂意這麼做 所以歡迎也呼籲他們 每天都要開一次金星的記者會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吃